大家好,我們現在要來講的是C4D的部分 在這邊先開一下這個 C4D它一般的作業流程大致上分為這些 有模型準備、導入數據、材質指定、攝影機、環境曝光、動畫 還有最後的微調、渲染、後期修圖 C4D特別的強項就是在動畫非常自由 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在短時間內 讓大家可以初步的去了解以及應用C4D 在達到你要的需求 我們先講模型準備 這邊會從兩個3D模型去切入 第一個,假設要轉到C4D的話 那一般,假設你是用沙利沃克製作模型的話 該怎麼轉呢? 就會用Save Us 然後 它的副檔名 C4D可以讀取的副檔名有蠻多 大部分是 OBJ或是C4D本身的檔案 那如果是要從工程檔轉進去的話 通常我們會用這個VRML 這裡 然後記得要點開 要用97版的 舊版的 它才可以有辦法讀取 按確定 然後按 讓它存到桌面好了 Save 好 那如果你是用 你今天假設是Alias 這邊是一個網路下載的 輪胎的影片 假設你是用Alias的話呢 那就會 輸出成OBJ的格式 先 先簡單渲染看一下 不是渲染,先上色 OK 那我們大部分 不同材質 我們會分不同物件 分別輸出 一般來說 我們製作的時候 當然每個零件的圖層都會先分好 好 假設我現在 輸出輪胎 我就會把它 Pick object 把它全選起來 然後 File Export File Export 這裡 這個地方呢 就會選擇OBJ 然後再 按Save 就是可以存入你要的檔案 好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了 剛剛製作的 Sywork轉出來的 副檔名是WRL 還有剛剛 旅圈我已經先轉出來的 OBJ檔 基本上這兩種檔案 Cinema 4D都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現在開啟C4D 然後呢 我們把 看一下 我先把它調成英文好了 看一下喔 設置 這裡應該有一個 設置 用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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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這種軟體為了要 當你之後 不管是在 YouTube上看 國外的教學影片 或是怎麼樣 或是書籍 基本上他們都是用英文介面 所以 比較建議各位是用英文介面來操作這個軟體 好 那我們現在要 進行的是 匯錄的檔案 那我們先 剛剛輸出的嘛 我們直接丟進來 然後 直接OK 好 我們看一下喔 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好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 模型它可能是非常的小 那可以在這邊 先讓它放大個 10倍 假設還是不明顯 100倍 好 這可能 代表原始座標相差的有點大 不過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輸入進來了 那假設我們要再 放入新的物品 新的東西的話 好 舉例來說 放入這個 欸 不見 看一下 它右上角沒有出現的話 代表這個答案可能是 有點問題 確認一下 重新再輸入一次 好 我知道為什麼不行 因為剛剛 它的檔案 是有兩種不同的 不同的模式 就是像這種 這種的 所謂比較工程檔案 它的曲面 描述的形式 是Nurbs的曲面 但是 C4D 能接受的大部分是 Mesh的 Mesh的 面的建構邏輯 所以假設我們要 轉換到那邊的話 我們其實應該是要 轉成 stl 檔 好 那再來一次 重新再來一次 objection下 file export 應該是在 在 這個地方看一下 這個地方看一下 是這個 它會有一個 export 然後 rapid prototype 就是俗稱的rp 那這裡 stl 然後呢 accept 然後再轉出去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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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先把它的面 在 alias 裡面 本身先轉成 Mesh 的曲面 Mesh 的比較多小碎面 Mesh 模式 然後再讓它輸出 我們再重複一次 剛剛的動作 先把線刪掉 先把它全部選起來 下面有一個叫做 Mesh 的方式 Nurbs To Mesh 點下去 它就開始運算 把它轉換成 Mesh 檔 那你在這個時候 再轉成 OBJ 就不會有問題了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它已經成 看到它已經有 變成小碎面的模式了 這個時候它已經是當前的選取狀態 所以你只要按 Export 然後這裡選擇成 OBJ 然後轉到 桌面 View 我剛剛就是 Tire 然後轉到桌面 View 這時候可以刪掉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 它轉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 好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已經成功的轉進來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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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